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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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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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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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华语当中 有时候为了在食品上面去提高一些成品的吸引力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像人工香精啊色素啊香料的这些东西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人在研究说 那些成分是有可能有致癌风险 那这个就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这样的研究是不容易 你通常因为我们一定会先找动物开导 所以先去在动物喂食的资料里面加不同浓度的某一个特定的成分 然后再去看看说那这些比如说老鼠 他的得到那个肿瘤的这个几率这样子 那回过头还再去评估人 那所以人身上到底有没有 你可以从一些调查里面 比如说你可以从一些风险控管里面去看看说 你特定的人然后他的饮食当中 容易接触到某一些特定的食物 有没有可能会比较容易衍生那个肿瘤的问题 好 所以化学物质大概是最困扰的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饮食习惯里面 有太高的比例都是人为处理过的食品 不是天然食品 所以如果要的话基本上能够的话 当然还是以天然食品就是美金加工过的那种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再来就是那个药的问题 因为那个做农药的真的是大品牌可能还好一点 那有一些农药 农药行 他买的农药真的是那种地下工厂调配出来的 然后那个效果可能就是无比 粗型无比的好 那你都不知道他的原料用的是什么 那因为我同学刚好是在做这方面的检验 他说那个瓶子上面标识的完全都是不可信的 因为他说他用那个植谱仪一跑出来之后 都会有那个非常精彩的那种 像O型这样子 超过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他说如果大的厂牌人 可能稍微可以让人安心一点 小厂牌人你都不知道他那 搞不好家里厨房他就可以配农药给你这样子 那你都不知道他原料是什么 更更绝的来的 就是说那个卖农药的那个人 就是他配 他配出来那个人他可能也搞不清楚 他手上的这些原料是什么东西 你听懂吗 这个人可能他只有一点点的普通的化学的尝试 然后他再给你配农药 他今天A配方给你不行之后 像鸡尾酒的调法嘛 他明天就换一个配方给你 终于释出一个配方很不错之后 他就开始大量卖这样子 所以家里有重点还是小心一点 而身为这个吃农产品的 我们也趁着要小心一点 好 所以化学性因素里面 我们生活当中是很容易曝露在这些 不确定因素的这个化学致癌性因子之下 所以能谨慎小心就谨慎了 就是尽量 那大家看起来是很难避免的 好 所以接下来第三种类型 就是那个 生物性的致癌因子 那生物性的致癌因子里面的话 有一些是属于 某些微生物分泌的这个成分似乎有致癌的可能性 这是其一 然后比如说毒素 这样给大家理解好了 因为它其实不一定是毒素啦 它可能真的只是它的一个特别的分泌物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其实有提到的就是那个病毒 有一些病毒它在 它在感染我们的细胞的时候 它会把它的DNA安插到我们的染色体上面去 可是这时候很诡异的就是说 假设这是我们身上的某一条染色体 好 那话夸张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呢有某一个基因 OK 那你病毒要偷藏它的DNA 那你现在呢 我换两个 两个好了 它现在偷藏那个DNA 如果它现在把那个DNA安插到这个地方 还好 因为这个地方等于是就是都没有任何基因 所以偷藏就去偷藏 可能影响就不太明显 但万一它现在呢 给你藏在哪里 藏在那个有基因的内容的段落里面 那那个基因是不是很有可能就因此而发生改变 就是我们原本我们的基因的内容里面 被安插的属于那个病毒的那个基因进来 这样可以理解吗 好 所以这种叫做潜溶性病毒 潜溶性病毒对我们来说 可能在 嗯 致病的因素上面不是 不是在它第一时间所造成的影响 比如说B肝 B肝病毒就有这种特质 它不只是在第一时间里面可能会因为 呃 肝 肝细胞的受损 然后肝开始发炎 你看那个 一般讲说那个B肝 或者是A肝加B肝重复肝肝的那种 然后比较容易造发那个肝肿瘤的现象就是这样子 就你真的不知道它在我们的那个细胞里面 搞了什么样的花样这样子 那当然还是随机啦 就是找到地方可以安插进去了 那只是说如果这么倒霉的话 那很不幸的就是 这就变成是一个 可能转变或造发成这个肿瘤的来源之一 好 所以引发图变的因素里面的话 大概可以从这三个层面去思考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有关图变的这个部分 那克本那个地方还有提到昨天有讲的几个 呃 呃 遗传性疾病的部分 那个多多少少要记一下 比如说那个44加SXY 就有提到的那个叫做克里铁脱氏症 那44加S的那个透纳症 有碰到名字稍微记一下 可是被这些名字 呃意义不是很高 老师偶尔答案会搭配一些 那真正比较重要的概念是看它怎么发生的 就是2-1 2-1 2-1 到底怎么发生 然后你要3-1 到底怎么做 OK 这样的话 有关图变的部分 我们就在这边结束我们的问题 iro Yoshi 有关图变的部分 有关图变的部分 对吗 我是一天的部分 小伙伴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部分 他们的部分 由于是不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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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原理我们大概差不多都已经介绍完 所以接下来就是谈到技术面的应用的部分 生物科技、生物技术到底有哪一些算是很经典、重要、影响比较大的 课本大概举了两个 可是这两个基本上会有一点问题 还有一些相关的部分可能要一并介绍 所以我们会在楼外多讲两到三个部分 然后先看第一个 因为我现在在谈DNA 所以先来谈DNA重组 重组DNA相关的人尾的技术 那这个地方可以先从那个 重组DNA是不是一定得用人尾的方式处理才会发生 其实当然不用 这个就是一种DNA重组的现象 对不对 同样蓝色体之间发生交换 所以呢 那个原本白色这个蓝色体上面的DNA的内容已经发生改变 或黄色这种蓝色体 它原本DNA分子的内容已经发生改变 这个其实就是DNA已经发生重组 所以那种互换 或者用更中心一点的字眼 就是蓝色体之间的交换 不管你是同一蓝色体之间发生交换 非同一蓝色体之间交换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DNA发生重组的现象 所以它自然界当中 它已经很明显 它真的就是会发生 它也许是错误 但是它是有可能的 可是除了像这种高等生物 就是会有发生这种DNA发生重组的现象之外 缘合生物有没有 缘合生物有一种作用 这是最接近有性生殖 但是你不能把它叫有性生殖 叫做结合 结合作用 所以结合作用是在谈说 当 现在呢 有两型的细菌相遇的时候 那这两型怎么区分呢 一种呢 是在它的细胞表面呢 出现一种短短的 不是编毛 这种不是运动构造 这种东西叫做线毛 这是一种方便细菌附着用的 就是它表面毛茸茸的 所以比较让它方便附着在它感染的对象上面 那通常呢 拥有线毛的这个特征的细菌 我们会把它叫做正胶配型 以等一下要讲的关系来说的话 OK 如果今天 带有线毛的这支细菌 遇到另外一支 不具有线毛类型的细菌的时候 那这支没有线毛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复胶配型 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点在影射那个雌雄公母的问题 可是因为这个外观特征上面 因为它跟某一般习惯的那种性别的定义 公母雌雄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只好用一个比较笼统统的字眼正负 所以像细菌会用到这种词 那个菌物界 真菌 真菌的话 也有类似有性生子这个现象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特征 可以区分它公母雌雄 所以也使用正负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在维生物上面常用的一招 那接合作用盘的是什么呢 当正负胶配型的细菌相遇的时候 正胶配型 正胶配型 正胶配型呢 会把它的线毛发展成另外一个形态 一条之竖条 那这个构造呢 我们称为叫做性线毛 然后线毛像什么呢 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画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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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力 中心力 欸 那不是一个圆柱体吗 中心力的圆柱体 如果你从上方往下看下去 来一下这个门 中心地是用尾管的成分一條一條的 每三條為一組 總共九組 然後繞成一個圓組體 其實那種什麼線毛邊毛 還有這個地方 呃...線毛邊毛 我們的細胞骨架 中心地這種 都是類似用這樣的排列方式 所以排出來之後啊 但從輪廓上來看的話 它會有點像...中心地會有點像圓組體 但從線毛的觀點來說的話 這是一個中空的關子 所以... 性線毛呢 由正交配型負責發展出來 然後它會去跟副交配型建立連結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 這兩隻細胞之間就有一個交流的管道 然後接下來一樣 再由正交配型負責這件事情 正交配型呢 正交配型呢 就將它的部分的基因呢 複製一份出來 然後透過性線毛當作傳遞的管道 然後傳給 那個... 副交配型 那副交配型呢 就是正交配型送過來的這一段基因 一個...或某幾個... 就是一些... 正交配型送過來的這一些基因 其實副交配型也有... 它也有... 可是... 當副交配型拿到這段DNA之後呢 它會去把它原本的那一段給切除 然後切除之後呢 把自己... 化解果好了 所以後來呢 副交配型的DNA的其中一段 就會用到正交配型給它的DNA 所以這時候... 正交配型在遺傳上 從頭到尾沒發生什麼不同 因為它是貢獻DNA的 OK 副交配型拿到正交配型送給它的DNA之後呢 它把那一段... 安插到它自己對應的位置 然後把它原本自己的給拋棄掉了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就發生了... 由副交配型負責發生DNA重組的現象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有了一個新型 新的遺傳類型的細菌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本來的... 原本... 原本的副交配型它的DNA 用紅色這個來看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安插了一段那個... 正交配型的DNA進來之後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有一種新內容的DNA 沒錯吧 遺花接木而已 但是就是新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時候副交配型就發生DNA重組 我們就把這個現象叫做結合作用 所以這個也是自然界當中 它本來就會發生的 重組DNA DNA重組的現象 OK嗎 好 之後還不打緊 後來才發現說 你真的一定需要這樣的關係 就是兩隻細菌在一起交流DNA嗎 結果沒有 還記得那個格里夫茲 格里夫茲是用什麼 它用活的... 粗糙型肺炎雙球菌 然後去混著死掉的時候的平滑型肺炎雙球菌 還記得這個組合嗎 結果還不是一樣 可以養出活的平滑型肺炎雙球菌 表示什麼 我根本不一定要這樣子這麼麻煩 你只要把那個DNA丟在某一個活菌的周圍 其實這支菌 就有可能把那個DNA自動拿進去 而且會納入它的這個基因組裡面 就它DNA的內容裡面 OK嗎 所以並不一定要透過結合作用 有一些細菌的話是 在它的外面 它有發現DNA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拿進來 如果那裡面是有意義的內容 它真的就把它丟下來用 我跟你講 所以性狀轉變是接著這隻吧 各位是不是把這個性的現象 可以叫做性 因為遺傳上造成不同嘛 對不對 所以性狀轉變 為什麼性狀發生轉變的 當然就是DNA 當然就是DNA發生重組啊 所以性狀才會發生轉變 所以既然在自然界當中 本來就會有這樣的意外錯誤 或刻意所來改變那個遺傳的本質的部分 那我們能不能藉這個技術來用一下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發 所以蟲組DNA基本上就是一個移花接木的技術 現在的問題是說那你要想要去讓DNA的內容發生改變 那你就要有工具 因為你要用人為的方式去處理的話 移花接木嘛 所以最明顯的你要用工具用來剪 另外一個工具用來接對不對 好所以在蟲組DNA上面呢 你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它顯然的就是酵素的問題 所以蟲組DNA在人為的應用裡面的話呢 他們找到兩個很好用的工具 第一個叫限制煤 因為要剪再接嘛 因為微生物他們到底用什麼方法 我們不是很肯定 但等到我們要進實驗室裡面去做的時候呢 就發現呢 你需要有一個先把DNA剪掉 剪開 然後要安插嘛 那後來就找到一個酵素叫限制煤 所以限制煤基本上就是一個DNA的切割煤 那等下大家解釋它為什麼會被叫做限制煤 然後接下來還是我們在講那個DNA的複製過程裡面 那個鋼琦片段的那個缺口 有沒有 後來RNA因子被清除掉 然後把那個RNA因子原本佔的這個地方 重新補上去氧核糖核甘酸 然後最後還是會留下一個共架件 要結合 由DNA 連結煤負責連結 所以要減還要結 所以起碼考量上來說 看起來應該就是需要這兩個工具 那所以先談那個 為什麼那個 要限制煤 不應該說限制煤為什麼叫做限制煤 這名詞是因為他們發現細菌被那個氏菌體 就氏菌體在感染細菌的時候 它只會把它的DNA注射進來 然後殼是留在外面 然後通常病毒感染是這樣子 它只要有機會讓它的遺傳物質進到細胞之後 這個病毒的DNA 以氏菌體體來講就是肯定是DNA的 好 所以像這個情況下呢 氏菌體的DNA 它就會開始去控制整個細菌 然後利用這個細菌的這些轉入轉移的資源 來幫它大量複製病毒的DNA 然後呢 還把病毒的基因用出來 製造那個外殼所需要的蛋白質 然後最後呢 在這個細菌裡面呢 當作那個組合工廠一樣 然後大量產生這種東西 病毒顆粒 然後最後再離開 那原本以為就是 那是不是所有細胞好像只要被病毒感染 就確定是輪腺這樣子 結果後來發現微生物 然後在細菌上面呢 就找到一種酵素 這個酵素呢 它可以在病毒感染之後 它就利用這個酵素 去把病毒的DNA切成碎片 所以一旦病毒的DNA分子受到破壞之後 那這個時候它的感染就是它的增殖 很有可能就因此而種植 所以原來這個 他們當初找的時候 並不是以它的功能面 而是以它在免疫上面 防禦上面的角色來看 原來呢 這個酵素它可以限制病毒的增殖 因為它進來嘛 進來就是為了大量複製自己嘛 我們不是講說這個現象叫增殖嗎 對不對 然後叫增殖 所以後來就以這個功能 是細菌呢 要反制那個病毒的時候 限制它的增殖現象 所以就把那個酵素呢 叫做限制酵 那它其實真正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在切割DNA 好 所以聯接酵就比較容易理解 聯接酵基本上只是在形成什麼 額甘酸之間的 那個供架件的問題 就是當你現在已經有兩段DNA的時候 那地方剛好缺一個供架件 這種事情誰處理 DNA連接免 所以它的部分 倒是沒有那麼難理解 可是等到他們再深入去研究那個 限制酵的時候發現 限制酵呢在切割DNA的時候呢 非常有特色 它一定會去認特定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以那個目前最早發現 從大腸感菌 依靠是大腸感菌的學名的縮寫 然後呢 所發現的限制酵 1號 你看 我們發現它專門認這個地方 就是DNA的序列呢 如果有出現GAATTC 這是5端端 3端端 結果呢 它的互補的內骨 反過完面 也是一樣 GAATTC 多數的限制酵呢 喜歡認這種叫做回紋序列 然後呢 切的時候呢 更有特色 OK 這專一性我們可以接受 酵素有專一性 所以呢 它要切的時候 它找特定的位置去切 這我們可以接受 這是酵素專一性 蛋白質專一性的問題 那你在切的時候呢 好 就認這個地方 總共有6對核該酸 不然你就從這個平均點 從正中間切 好 它也不來這招 它就給你在 G跟A的共架間打斷 那另外一股也是一樣 把G跟A之間的共架間打斷 OK 然後接下來呢 中間重疊的四個 那個核該酸對 就是AATT這個部分呢 它就把這四個之間的 輕箭解開 這樣就搞定了 所以切開之後呢 就會造成一個 非常有特色的缺口 就是 左邊這一頭 左邊這一頭呢 就會留下 GC仍然是一對 然後呢 下面那一股 還在留著 TTAA 上面右邊這一頭呢 就是 CG的這一對 還在 往左邊延伸過去 這邊還有 Obama 好 就是 不只是辨認了專一性 連切開之後的缺口 都非常有專一性 它會留下一小段的當然骨斷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這個地方稱為 看你要不要強調這個字眼 單骨的 單骨的黏性端 它會遺留一小段的單骨狀態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叫黏性端呢? 你看如果這個頭切開之後的 右邊這一頭跟左邊這一頭 它一步小心又距離太夠靠近的話 因為這邊剛好AATTA 這邊是TTAA 所以你只要讓它們又有足夠相近的距離 它們是不是又以輕電的方式就吸引起來了 當然是吸引起來而已 可是吸引起來之後 這個地方的A跟G之間會仍然缺動駕鍵 然後所以這個地方下面這邊也是一樣 就算AATT跟TTAA再互補了 可是因為它當初已經被切過了 所以這個A跟這個G之間仍然會缺一個駕鍵 可是你只要不要去用力扯它 四個核肝酸之間的吸引力 勉強還可以強一下 這樣可以 所以切跟不切 基本上確實就是切開 已經確定是切開了 它真的是斷掉了 可是因為輕健的關係 AATT還是有可能去跟TTAA補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形容為是黏性端 好 所以現在 你得先知道這個酵素怎麼切 所以到時候呢 假設我們現在呢 想要在這個DNA上面呢 去安插一花接木嘛 去安插一個外癌的基因的話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知道 你得準備什麼樣的東西 除了你原本的DNA的內容之外 好 所以這時候呢 為了要讓這段DNA跟左邊 能夠補得起 所以這個地方 你左邊是不是得預備 AATT 那這樣 這段DNA的左邊 才有能夠跟白色 這個被切開的DNA 互補的可能性 那往右邊來看的話呢 這邊既然它遺留了黏性端 AATT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DNA的下面這一股的右邊 延伸過來 是不是應該要有TTA 才有可能會補得上去 OK 所以知道它怎麼切 到時候我們要接 那你要準備相同的末端 你末端的核肝酸序列穩合 你才有可能會接上去 不穩合的話 那就很難接了 OK 所以這是因為酵素的這個特性 你不掌握它 那你基本上就會白做工 好 所以 接下來一個問題來了 那 你要去在這個你想要安插進來的DNA的左右邊 都產生這個缺口 這樣不就回歸到 我乾脆用什麼 這樣策略上去就更簡單啊 我就乾脆把這整個我需要的DNA 先準備好 然後呢 我向前向後延伸 然後 在這個地方 安排個GATTC 下面就編成GATTC 然後 右邊也是一樣 我就向後延伸 這個是我要的主要內容 OK 那我向前向後延伸 向後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 我在這個地方 刻意去設計出 這樣的排列組合 這樣的排列組合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到時候 既然當初白色這個DNA被切開是用EQR1這個酵素的話 我現在用相同的酵素去把這個我想要用的目標 基因 假設這是一個基因 那或者是 你可以把它叫目標DNA 我不影響它的主要內容 我向前向後 刻意去設計這個 EQR1可以切開的缺口 好 所以 我也去用EQR1去處理之後呢 這邊不是就可以留下什麼 因為它會從GA切開 GA切開 所以直接插掉看結果 這地方不是就可以留下 這樣的連性關 右邊這地方呢 GA切開 GA切開 所以這邊沒有的話 這樣就搞定了 所以我把我 現在要處理的兩種DNA 這個是我希望安插到這個DNA上面的 所以這個是接受 額外的DNA的 這個是我想要按插進去的 兩種DNA都用相同的酵素處理 那我不是省事多的 那我都可以留下相同的黏性端 黏性端相同 到時候互補就容易了 對不對 所以互補完之後再補一個 這個動作 誰 請DNA連接鎂去幫忙 把GA的共加件補上去 一切都搞定 所以這整個基礎面的部分 比較困擾的就是說 不是困擾的 就是你要先掌握住 這個工具的特性 就是總共需要這兩個 就是限制鎂 然後還有DNA連接鎂 OK齁 那處理上我們習慣上 因為這樣會比較看起來 合理一點齁 用相同的限制鎂去切 切開相同的黏性端 然後再去做互補 就好 OK媽 好